哈喽大家好呀 我是你们的鱼豆姐姐 上期我们出去采集种子的途中 居然碰到了起义乖的事情 小鱼居然莫名其妙的会出现在草地上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总算是带回了种子 宝贝们 你们有没有什么快速获得种子的好方法呢 快过留言帮助一下鱼豆姐姐吧 这一期呢 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把小麦给种上啦 选择好位置 因为我们的地方比较小 所以放水的地方呢 还是比较好选择的 然后用锄头 把地上的土块全都变成了耕地 诶 看一下 完美啦 现在呢 我们就拿出我们的小麦种子 把它种到土里去 诶 好尴尬呀 种子没有了 没关系 那我们就再来种俩萝卜吧 我记得我是有胡萝卜的 但是这个胡萝卜怎么种啊 师傅没教我呀 师傅 哪个当师傅的被里留一手啊 哎呀师傅 你倒是留点重要的 你留一手你就留了一个种萝卜 用你管我爱吃 好吧好吧 那我自己看看怎么种好了 哎 我会了 种好了之后呢 我们在四周全都放上火把 哎 完美 鱼豆的小圆子可终于弄好了 现在我们就可以在门口放一个牌子了 叫什么呢 嗯 宝宝们来给鱼豆的家园起一个好听的名字吧 点赞最高的说了算哦 哎 不许恶搞我哟 接下来呢 我们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整理一下我们的收纳箱 想想师傅那时候可是亲手手把手武的教我呀 物资要做好分类整理 要养成好习惯 这样在找东西的时候才不会乱呀 所以接下来鱼豆姐姐要去做几个箱子 然后分别摆在 哎 摆在 就摆在院子里面吧 哎呀 经过一番波折 终于在院子里已经摆好了这些大箱子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在木牌上写好分类啦 第一个我们就放工具 还有武器 第二个我们就来放挖到的岩石和矿物吧 第三个我们来放食物和种子 啊 终于整理好了 是不是整洁了很多呢 终于可以美美的睡上一觉啦 晚安啦 萌新生存理想记 喜欢的小伙伴们要记得爱我三连哦 关注评论转发发 爱你么么哒